今天下班就可以迎接端午廉假了 您有计划要返箱或是出游吗 其实每一次廉假呢 不管到哪里都是人挤人 因此交通部也针对陆海空 分别寄出了输运措施 马上带您一起来了解 首先看到国道的部分呢 除了有杂道移控、杂道封闭 还有开放路肩之外呢 从今天凌晨的12点到明天早上的5点 这几天都会是全线的暂停收费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利用这个时段来上路 那针对国武北上的部分呢 也会实施高层载管制 要注意小客车需要有三个人才会放行 那继续看到客运的部分 其实呢一共有89条的国道客运 都有寄出优惠 会让你算是平日假或者是85折 那10小时内转成在地的客运 会算一段票或者是基本里程免费 继续看到双铁的部分呢 高铁加开了112班次 而台铁也加开了106列次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看完了路的部分 我们继续看到海运 这一次呢 本岛和离岛之间一共有9个航线 1129个航次 预估可以带给25万3000多人的运能 而金马小三通的部分也有130航次 提供3万多人的运能 那其实比起去年呢增加了1.38倍的运能 再来看到最后空的部分呢 这一次是今年最后一个廉价了 所以应该有很多人都计划想要出国玩 其实从今天到下周二开始 淘鸡公司预估呢 总运量会超过65.5万人次 真的是非常的多 因此建议旅客呢 最好要提早3个小时 抵达机场办理报道的手续 那这一次国内线呢 一共有1300个航次 11万2000多个座位 就是希望呢 这一次的运能足够 也让大家开心出游 平安回家